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就像铺了一层地毯一样 感觉不用坐车 就像来到了雷蒙古大草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杨 我今天买了三斤的龙虾 这庞子也不要上海里去了 还没回来 等下要是不回来 反正我就少了一个人吃 先把这个龙虾给刷干净 反正太脏了 水好脏 把这龙虾锅齐洗两遍 锅中倒油 先把这个龙虾都给炸一下 这个油温六七成热就能放入这个大虾炸了 炸至这个龙虾变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龙虾就是废油 所以这个油要多一点 我们先把豆瓣酱煸香 然后放入这个白芷 葱酱蒜 八角桂皮 然后这一些一起炒香 下入我们这个龙虾一起炒 哎呦 这么香的 你吃个龙虾的吃这个吗 你来家吗 嗯 忘记不来家吗 你吃这个 你上里面啊 我去看看风景 来 我们下入这个啤酒 把它给一起蒙 这啤酒刷着好吃 嗯 还可以 再来三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 一勺五香粉 你今天刷的是什么大虾 嗯 有蒙大虾 我看到了 配料还挺脆的 再来点糖 提个馅 再来一点点蒸鱼豉油 提个馅 哎呦 喝就快馅了 可以吧 可以 没按着我弄 就管吃了 我准备把它扎一下挖进去 还有那个小弄头 你给它炒一下 哦 还有小弄头 嗯 管管管管 你还一管会馅 时间到了 哇 真香 闻起来香 你妈吃起来更香 我帮你再吃一口 可以肯定 这个龙虾肯定也已经入围了 那我们已经等待不及了 好 拉手套 拉手套 快快快 今天晚上的小菜戏有点丰盛 三个菜 怎么样 可以 我得尝尝龙虾 手套都呆上了 嗯 吃都够宽啊 他们 为了吃能不宽吗 嗯 味道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就感觉现在的龙虾肉太小了 我也得搞一个尝尝 这味道不错吧 嗯 哎哟 就是肉太小了 你看看 没了这么吃 嗯 你不要看这个龙虾肉小 但它贵 多少钱一斤 25 5斤 你不应该吃时候买 你到下一个时候再买 就是龙虾肉 还饱满 还好吃 你看这个肉太少 嗯 肉是不怎么太多 它吃起来也怪过瘾 嗯 哎呀 这个龙虾 还是我在 今年第一次吃来 你这是今年第一次尝 嗯 好巧 我也吃 尝尝馅嘛 买的也不多 嗯 而且你这个十两个 你这样 十净龙虾你做个这也能把它剥完 那肯定点 先尝尝馅 下个月再买给你吃 嗯 好 嗯 不能光吃龙虾 这两个菜也不错 也得尝尝 完美 嗯 嗯 香 香 这花生米 你能倒起来吗 我手直接捏了 你看我这个 嗯 就方便 嗯 你看 什么出来都不掉 嗯 是北市民 那加不住吗 我加不住 哎 我得尝尝这个 香蟲乳 我的嘴 你这个香蟲乳炒鸡蛋 也不错 还可以 可以 这个龙虾 炒鸡蛋 炒鸡蛋 这个香蟲全部都渗透到这个肉里面 这只要整形 唯一的缺点 缺点就是 它这个下肉太少了 不是不够饱满 你买那个 那个叫什么 澳洲澳龙 哈哈 那个下肉多 但故意嘞 不过那个澳龙我还尝过鲜 你还吃过澳龙啊 嗯 去年的时候朋友送了我 这个大龙虾 好大 太黄吃了 肉也饱满 一口都散不下 哈哈 我还没看过呢 你都吃过了 你嘴吃过了 我那个还是新鲜的 正不老 喝了 嗯 非常感谢了 我也是第一次吃 你上哪里玩 我今天上那个小麦田去转转 你都不知道 一眼望去 那个就像地毯一样 可美了 好 你站在这前面了 嗯 我都想躺在上面睡个觉 哈哈 明天我也去转转 嗯 嗯 你也去转转 这样子心情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 往那一转 立马清醒就变好了 嗯 回来还能多吃两碗饭 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哎呀 还有个大大小子 吃点 有 这么大肉 大胖啊 嗯 我小小太小了 还有一个 那 我真的这么小一点 你这旁海是不是也是楼下里面的 那你这样买的吃贵 算了 你这个旁海也是25块钱一斤 你想这个吃贵 哦对 旁海一点收也没有 还挺车的 听讲这种 这种小螃蟹 弄了个最细 很好吃 我也不会弄 你不能学吗 学不会 我会吃不学 那能赢 今天这三个菜可以称它是各有特色吧 嗯 不符合您的胃口 不符合 不了今天上的正符合我的胃口 我会继续努力的 嗯 下去证据每顿都烧得非常好吃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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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就可以多多懒了 哎呀就剩三个肯定的小虾米了 哈哈哈 我感觉我们两个一起吃这饭 为什么我这一袋下课比你那一袋少的很多呢 能不能跟我解释一样 简直说你吃饭太难了 要吧 嗯 那我不吃了 那你就给你吃吧 嗯嗯 再吃一个 我吃了 再吃一个啊 再给你吃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行啊 就干净了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你快吃吧 好 好冷呀 好冷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胖妹 这两天啊 有点小冷 我把我的秋衣秋裤又重新的给它穿上了 所以我今天决定做一个香辣爆炒鱿鱼来吃 来来来来来身体 大家看这个鱿鱼好大呀 连这个鱿鱼絮都非常的长 把鱿鱼表层这层膜给它去掉 先把这个鱿鱼焯下水 来点姜片和料酒去一下心 煮开即可 捞出来 简单的清洗一下就行了 这个鱿鱼好 你看不缩水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鱿鱼改下刀 把它切成块 好刀 感觉这鱿鱼肉啊 好肥好嫩 两个大鱿鱼切了这么多的肉 够好吃了 OK 为了让这个鱿鱼吃起来够味 我今天准备的材料也很丰富哦 泡姜 泡辣椒 还有我的最爱爱金条 洋葱 这会够辣了吧 泡辣椒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 把这个嫩姜切片 泡辣椒切圈 按镜条也切圈 感觉这次搭配的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这么大的一个洋葱肯定用不完 一半就可以了 这个梗了 切成块 材料已备齐 回家开始弄 先把这个豆瓣酱忍香 下入油鱼爆炒 颜色太好看了 好诱人啊 这个油鱼啊 一定要用大火爆炒 把香味全部炒出来才好吃 炒至这种甜度就可以了 下入这些配菜 在一起给它炒香 煮ート Fuze一下 以后下入我们这个小洋葱 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哇 出锅了 这样我的香辣爆炒鱿鱼就做好了 配米饭绝对了 这肉好饱满 越嫩 非常的Q弹 这次的颜色也没话说 还是这种大的鱿鱼吃起来过瘾 该一人到碗里来 这个泡椒也非常好吃 这样吃带劲 这大蒜虽然我没有放盐 鸡嘛 这鱿鱼是海鲜 本身就有盐 然后豆瓣酱里面也有盐 所以如果再放的话 肯定就会咸了 又香又辣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个小泡椒 越得劲 又酸又辣 还是把它给盖到碗里吃 这样子饭也加上这个汁了 吃起来也够味 都来点这个泡椒 我感觉 再冷的天气 燃上这一盘菜 自己身上都暖和和的 舒服 大家在做鱿鱼的时候 鱿鱼已经咬过 这样的鱿鱼煸出来 吃起来一点都不腥 很香 你看我这次放了好多的鱼 碗里面都是红油 这次有点小辣 只是我都冒汗 这是我的泡浆和泡椒 都是买的 因为我尝试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 我也就放弃了 如果大家有好的腌制的方法 一定要告诉我一下 不是怎么腌怎么腌 都是给它腌烂的 就是不知道哪不出错 哎呀 吃得好舒服 爱吃鱿鱼的朋友 可以尝试下这个方法 即下饭 又开胃 特别的爽 好了 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给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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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